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大里到处探大山 今天来到领克的店这边呢 目的不是进去里面探店 而是外面这一排车 因为这一排车 今天都是为我们准备的 全系领克的PHEV车型都放在这边呢 从领克01PHEV到06PHEV都有在这里 那这么多车 你猜我会选哪一台去试驾呢 你看在别的老师都在抢01或者05 两个最新的PHEV车型的时候呢 我选择让他们去选 因为呢我这种身份呢 20多万的车了 我就试的不多 跟我更加熟悉一点呢 还是十几万区间的这个06PHEV 所以今天06PHEV才是我的选择啊 另外其实啊 领克的所有车型都是CMA架构的 PHEV车型呢 同样是中支那个长条型的电池方便速箱 附近位置那个电池 整个逻辑组合都一样 只是续航里程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06一样是一个比较新能 代表现在领克PHEV水平的车型 今天我就试试这台156,800的06PHEV开起来怎么样 每当开上这种插电管动车型呢 第一时间肯定就看电样 今天呢给我这台06的PHEV呢 满电状态下呢 先走55公里的全电续航里程的 现在给我的时候只剩30多公里 而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程呢 是从深圳市区来到这个大盆湾 要走60多公里的 但是我发现呢 走过来整个的路程呢 这个电量掉的其实不算是很快的 来到这边60多公里呢 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呢 还有2公里左右了 而且呢 就算是电量很低的时候 2公里3公里的时候呢 只要你愿意给油 给油还是给电我说不清楚 反正愿意踩油门 马上觉得这个加速力非常的够 加速很好啊 这个PHEV设计 首先我觉得它的加速能力 它的动力水平呢特别厚劲 是比普通汽油版明显要强得多的 如果你喜欢动力呢 哎 这个PHEV我觉得首先就让你觉得很喜欢 其实领克这套PHEV整体的感受挺不错的 起码它的动力声音MVH控制的挺好的 就算是没有电 或者要充电发动机在拼命运作的时候啊 也不会觉得声音很大 发动机的声音控制挺好的 你看就算这样急加速 发动机声音也不算大 只是真的没有电 慢慢开的时候啊 会觉得车身的那些抖动啊 可能变速箱的一些动作呢 会有一些传到车里面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大 对领克的车我最喜欢一点呢 就是它的驾驶感受 十几万的一台领克 可是它的驾驶感受 真的是在同价位里面呢 没有什么车是跟它很接近的啊 我觉得它更像是有一点很轻快很灵魂走 欧洲车的质感 好像这一台06那样 我觉得转向也是做的挺好的 转向是比较轻的那种 但是它轻的同时觉得很紧很有意思很灵活的一台车 另外它的底盘呢 我觉得是那些比较轻快比较爽的底盘啊 每一个动作都很快遇到一些坑 遇到一些减速带 看起来挺大多这么多坑 但是惊他过滤觉得没有看起来这么大 而且呢连续减速带 觉得它底盘的动作很快很容易去支撑住啊 所以底盘这种灵活程度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连克很多车呢 不是很迈弄安静这一点 你说的安静呢 反倒我觉得是什么同底盘啊 同样车型的吉利的车呢 会更加安静 但连克呢是偏那种好开啊爽快啊 如果你喜欢驾驶呢 一定会喜欢连克这种质感的 这个景景漂亮吗 这条路啊 今天私家成包啊 哎不要说那么多 吃过饭再跟大家说 插饭插饭 你看一下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餐食 这辆车怎么会差啊 这辆车唯一找到的问题呢 就是一杯可乐不是很够冰 不是很够冰 加上就完美了 一顿饭就想收买我 门都没有 起码加一杯柠檬茶啊 其实各位放心啊 我这个人呢很有原则的 无论中午吃什么甚至不吃 其实我的评价都不变了 所以对于领克这个品牌呢 我真的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车驾驶又好 类似又漂亮 06正入门级车型 也就是这样的类似 这种用料 这么多细节 我觉得同级 真的没有一个车类似 能有它这种质感 我越用越喜欢 我觉得气质这方面 拿捏得死死的 有没有搞错 三点钟不到 人家就收工了 人家收工竟然比我早 一下雨外面的工人全部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在这边 等着雨停再去拍车 所以这种情况呢 正好能体现PHEV车型的好啊 因为呢我在这里量着空调去等呢 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 因为没有发动机找的 不会闻到飞气 也不会影响到外面的哗哗吵吵 更重要呢我看了一下 我在这里量了十几二十分钟呢 这个续航以前是一公里都没有掉的啊 感觉还是可以量很长时间的空调啊 所以顺带也可以在这里来聊聊后排的空间 你看06的后排 一个入门级的0K后排 多宽裕 又有空调出风口 又有USB接口 是不是觉得我可以占它呢 真的 我觉得坐到后排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 第一个呢 就在横向空间觉得很不够 很碍事坐这边 我想坐霸道一点点呢 都会觉得啊 这个腿又顶住 下面顶住 上面这又顶住我 主要是下面这个位置 这个凸起来 不是为什么四驱啊 船断轴 是为电池 它电池呢 是T字型的 就是这样往下 然后来到这个座椅 然后再往外延伸这样 所以中间这个位置呢 可能为了底盘更加纯平一点 所以往外去抬了一点 还有呢 坐垫也是比较短的 所以坐在这里感觉 啊我左边腿呢 有一半是没有乘托一些凌空的 座椅又比较直一点 所以整个乘坐的感受呢 并不是很好 尤其啊 如果是坐五个人的话呢 我觉得中间这个人 是会比较难受啊 为什么要买一台PHBA车型呢 说到底就是为了一个线排程式的绿排 出行的自由啊 同时呢 你可能家里没有充电条件 或者对纯电车型的续航里程呢 不够满意 所以就要一个 又有油又有电的PHEV 来满足你的出行需要了 所以对PHEV来说呢 最重要看的一点 就是它没电时候的状态怎么样啊 今天看了一天 这个PHEV的领克06呢 我感觉啊 虽然说它没电的时候呢 真的没有 丰田本田那些滚动来的这么湿滑 这么顺啊 还有一些双离合的感觉 但是 比早一两年我试过PHEV 这个进步可大 其实整体的动力感受都是比较平顺的啊 而且呢 它的加速力要比丰田本田 甚至我刚刚试玩的比亚迪DMI 要强得多 所以想一想 可能比普通汽油版贵了2万多3万块 但是你得到的动力体验完全不同 这个动力爆的多 还有更加低的油耗 线排程式的牌照 这样想一想 好像这2万多3万还是值的 所以各位呢 真的需要PHEV的话呢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尽量买一些新一点的车型 好像这一台啊 新一点的PHEV 感受跟我早一两年式的PHEV 完全不同啊 那先别走先别走 那开了一天呢 真的有三点东西很想再说说的 第一就是油耗 那今天我在深圳这边呢 从一个市区到郊外开了一圈 136公里 早就已经开到没电亏电的状态 但是你看油耗 5.9升每100公里 我觉得油耗水平还可以 另外就是底盘 领克的底盘 其实不算是做得很安静的 但是这次开06的话呢 我觉得它底盘 比之前我开过的02跟03 做得更加安静啊 走各种路况高速啊 尤其前排会更加安静一点 第三点呢 就是真的在没有电的时候啊 这种双离合的感觉啊 慢慢会浮现出来 基本上这种完全亏电状态去开呢 尤其在市区 会觉得啊 这就是个1.5T加七速双离车的 动力感受 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车好不好 买不买 你要决定吧